争宠还是扩权,中纪委罕见部署新建五毛大军,徒为陈一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秘书长陈一新日前提出,鼓励所有政法人员,开设自媒体账号,建立红色政法,网评大军,整合五毛党散兵游泳分析指政法系,越界执行中宣泄功能效忠意味明显。 美国之音VOA9月6日报道,中共政法高层4日召开工作会议,部署建设网络新媒体的计划陈一新,在会议上鼓励政法干部,警察以及宣传人员,开设自媒体账号,利用政法资源优势设置话题,制造热点,培养具有网络思维的政法专业写手陈一新,还大讲媒体转型态势, 声称要从传统媒体向做大做强,做强网络新媒体转变,并论及新媒体技巧,包括做量标题等陈一新,要求有重大事件,要第一时间,抢占舆论宣传引导阵地。 他还表示政法人员额外赋予笔杆子的责任,是主动为党分优会议还提出,在培养一批政法系, 网络大V的同时也要培育和利用社会上的网红大V会议也研究, 网评员,即网络五毛,的现状趁目前网评员量少至弱,散兵游泳过去对五毛队伍重视不够,保障不足。 提出,要探索激励机制,建设人才队伍希望实现像强大红色网军的转变报道指着,意味着中共或许会调整五毛,的待遇报道还引述香港进会大学新闻系讲师吕炳权的分析指, 政法委抢中宣布的工作,来做说明当局可能有意将刀把子和笔杆子笼合起来。 报道评论称,如果其他行业也效仿政法系,做法中共官方的网络大军将规模很大,这可能是中共舆论系统的新动向。 吕炳权,还说中共已经把很多正直,有良心的大V打残了现在又来培植他们作为自己假的异见领袖。 他认为,这不太可行因为中共只能欺骗一部分人很难愚弄所有的人。 另外,官方五毛带有政治任务的发言,很容易被识别而且其运作,也跟自媒体格格不入。 对此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分析政法系,突然部署建立强大红色网军,可能和刚刚过去的昆山龙哥反杀案风波。 有关这次风波中官方立场中途逆转,宣告反杀龙哥的于海明市正当防卫。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,可能是官方没能第一时间主导舆论,迅速陷入民众的舆论压力。 在这之前中共为防止民众反抗,暴政已将正当防卫条款休年多年。